好那这三个呢 他在这叫三项 广说于且禅观 你看这边又叫禅观 所以其实我们最近在修禅定 这禅定要怎么样把它学好呢 你要了解所有禅定的层次 我们在第一堂课就有介绍 大圣禅 小圣禅 凡夫禅 外道禅 你要分类 你要知道类别是什么 那总共呢在于且师弟论里面 我们不谈凡夫也不谈外道 我们直接呢讲声闻菩萨到佛 所以就是这个层次呢 我们就要了解 那这三个字呢 就是净行果 总共十七个地 十七个地里面呢 净包括九个地 行包括六个地 果包括两个地 好 这个地哦 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心 但是我们又用这个地来讲它 就是一个层次啦 一个范围 好 那我们简单来看 它整个大纲呢 就是第一个 要讲禁嘛 那禁是怎么样的禁呢 就是三圣 三圣是哪三圣 叫声闻 还有什么菩萨 那我们要知道呢 这个声闻原觉菩萨 它其实就是小圣 中圣跟大圣 那讲声闻 那讲声闻菩萨 是小圣跟大圣 最主要的差别 就是在于什么 它的那个层次不同 好 那我们要讲到禁的时候呢 就要知道 禁的本体就是我们的心 叫视 心意识 对不对 那我们的心呢 就是产生这个世界的来源 心生万法 三界为心 万法为事 所以在这一个阶段呢 我们会学到 这六事 这个五事就是眼耳鼻舌身 五事是不是比较容易知道 眼睛看到耳朵听到 所以在这个论的一开始 就先解释了 我们的这个世界怎么来的 我们怎么去建立 我们的世界观 我们怎么看 怎么听 我们会怎么感受 那每天呢 眼耳鼻舌身 就是在运作 所以这是心理学啦 佛教的心理的运作模式 那每一个事都有它的功能 有它的作用 那在这个第一个部分呢 就会解释 五事身相应地 那其实就是现在我们的生活 每天就是吃喝拉撒睡 这样 好 第二个呢 就是 诶 异地呀 异地呀 就比较难的哦 为什么 因为那是心理的活动 你的心 心是谁人知 即使你讲出来 也不一定知哦 为什么 因为心有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个叫做 意识心 就是我们会思考 会判断 会会整 然后会有很多很多的创意研究 有没有 那叫意识心 那你意识心很聪明 那就表示你的意识心的反应很快 你的归纳能力 或者是有很多不同的 特殊的能力 有的是 这有这个音乐的天分 有的是有 这个文学的天分 有的呢 就是平衡感很好 那不管是什么 这个意识啊 都有不同的样貌 每个人的聪明才智都不同 有的人很会煮饭呢 但是呢 他可能读书就不行 有的人很会读书 但是他呢 平常的这些技能 他就有困难 所以这个意里面呢 第一个 虽然难知 但是还是可以知 我们多多少少呢 都还是知道了自己的意识 大概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 好 第二个呢 就是阿赖 这个叫做莫娜事 就是第七事 我们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看法 有自己的观念啊 那我们来学这为事的时候啊 我也学心理学 他就会讲那个自我 那自我里面呢 有那个本我啊 有这个私我 那在佛法里面讲 那个叫做莫娜 莫娜就是那我啦 我当然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啊 我希望我是得到最好的 我被肯定 我很顺利 有很多人喜欢我 那这个就是 第七事 莫娜事 然后还有呢 叫做阿赖耶事 这个几个事啊 就很难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你的 这个阿赖耶事 是长什么样子啊 我们讲这个 好像前世今生 有记忆 而且有的人呢 他对这个禅修 很好奇就是 因为我在进行禅修 或者是在进行诵经 甚至于持咒的时候啊 就会有很多 你从来没有经验过的 逃出来 譬如说有一个人呢 他说他持愣严重 持持持 突然很害怕 他真的有一种恐惧感 或者是呢 他会突然想到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或者是他会 感受 看到 自己的 好像是前世哦 到底是不是前世 说不定是来世 但是 就是有一种 前所未见的 一种感官 会突然 感受到 那这是什么呢 其实啊 这就是我们自己过去啊 累生累劫以来的 八世种子 第八世 阿赖耶世 阿赖耶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种子 所以前世的记忆也在这里 这一世的记忆也是在这里 所有的记忆库都在这边 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呢 都在存在阿赖耶世里面 每个人都有 那你的阿赖耶世 跟我的阿赖耶世呢 当然不一样啊 所以呢 我们个人在 造业 就个人承担 那我这一生呢 累积了 一大堆各式各样的 好的坏的种子 有一天呢 我要跟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 我就还是继续带着这个种子 继续带着这些心 就继续往下一站去 可是 譬如说我们现在啊 知道我们在想什么 可是我们知不知道 我们前辈子在讲想什么 是不是 我们感觉好像自己知道啊 但是呢 五年后 你再回头想现在啊 你就又记不起来了 而且有时候呢 你20岁的想法到30岁 你就觉得 好像以前那个都没有想得很清楚 所以很多人都说 师父 你要我出家 那你要 我也要想清楚 我说你 你不会想清楚 我们的人生如果想清楚 你就不会来这边 才不会来修醒了啦 因为修醒就是想要搞清楚嘛 想要想清楚 到底自己在想什么 到底自己的生命当中 发生过什么 你很想要知道 生从何来死往何去 那到底要从何来呢 所以这个 这个礼拜天 那个马来西亚的居士啊 就请师父为 马来西亚的这个心理智商师 来做一个讲座 那叫做深层心理的探索 与什么实践这样 那深层心理呢 其实这就是 与潜思地论里面谈到的啦 就是我们的深 最深层的那个潜意识 在一般的心理学里面讲的潜意识 可能透过催眠 可能透过一些论述 或者自己的回顾 或者是一些 资商的技巧 你大概可以碰触到一些 心理的活动 但是呢 到某一些很深层的时候 你真的 的确是不太容易 需要用 禅修的方式 你才会看明白 你才会明白 所以为什么禅修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呢 我们自己发生过的事情 看起来好像已经过了 可是它已经变成一个问题 一种结 心结 然后潜藏在内心的深处 所以呢 佛洛伊德讲什么情结 有没有 就是心理学家呢 会讲这种情结 它有很多很多种 不同的病的名称 但是其实呢 说穿了 它就是深层的心理的 一些那个累积 然后它没有 好好的化解 所以在面对 类似的情境的时候 它就会勾起 这个不好的回忆 而让我们呢 产生的不好的情绪 或者是某一些反应 有的人有暴力倾向啊 有的人呢 有恋父情结啊 有的人呢 有什么 这个被害妄想症啊 所以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那这个都是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很多人都是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我知道我生病了 但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会有这个病 那甚至于有的人呢 会觉得我会有这个毛病都是 都是社会害我的 或者是都是因为 我的父母亲没有好好的养我 都是因为我遇到一个国小老师 他对我很凶 所以我们都会把这个原因 归咎于环境 或者是他人 那事实上呢 其实我们不管 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你的伤是伤在你自己的心 所以呢 其实佛陀 他没有要我们说 你不要去 那个 去跟人家 那个翻旧账 他不是叫你逃避的 他只是说 我们应该要 很诚实的 去观察我们自己 因为要救人啊 你要先救你自己的心 然后你先 被人 伤害了之后 你先不要去追究说 你为什么放我冷箭 你这个箭是怎么来的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 你要赶快先把你自己受伤的部分 先治好 是不是 治好再说 那个治好了 其实也不用说了 可是我们通常都是 没治好 然后呢 又忙着去 去怎样 把那个箭拿出来 就准备要去对质 说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 所以就是不断不断的制造 各式各样的伤害 而不是真正的疗愈 和修复 所以禅修呢 其实让我们回到当下的时候 你先不要去管 因为所以 也先不要去管 所有的经历 而真的先把心聚焦在 把自己的内心的深层的 这些心理活动 看清楚 看明白 然后在烦恼中 找到一条解脱之路 这样子才真的可以怎样 你自己好了 你就可以帮助更多受伤的人 免于受伤 或者是你可以帮助自己 免于二次伤害 是不是 这二次伤害就是轮回嘛 那为什么会轮回 就是因为我们受伤了 痛苦了 我们就不知道要解决那个痛苦 反而怎样 渊渊相报 对不对 你现在杀我 杀我一命 那你给我等着 下辈子换我杀你 这样 就互相杀来杀去 你这样子纠缠我 那我下辈子就换我纠缠你 让你尝尝我的痛苦 但是这个就是到最后就更痛苦 就是大家没有办法真的解决 所以佛法呢 他讲停 你先不要急着在那边翻帐 在那边算帐 你先赶快先把你自己疗伤 疗好 疗好了你再来说 当我们的心是健康的 你在看待这个过去的这些过程 那其实有些事情就过去了 有些事情就真的好了 但是你如果心里面是受伤没有好 你要叫我们原谅什么敌人 伤害你的 那很困难 除非你现在已经好了 所以 这个就是异地里面会讨论的 很维系难知的第七世第八世 这个不容易 所以在这边会讲到心意识的运作 叫静的体 就是心的本体 再来这个心 这里讲到的静 其实它不是外在的环境 它在讲我们的心 心境 那心呢 如果要修行 要修层次 它就有三个层次 这个三个层次 其实就是我的心的运作的时候 你随着你的禅定功夫 你会越来越有什么 越来越维系的去观察到你的心的变化 好 那第一个呢 叫做有寻有势地 那有寻有势是什么 寻就是寻找 你用什么寻 我在翻冰箱 因为我肚子饿 是不是 那叫做寻 我要找东西吃 那叫寻 我现在呢 想要来读经 奇怪我那本经放到哪里去 你是不是会去找 然后呢 你想要怎样 搜寻 我想要学这个于潜师地论 所以我就在网路上一直找 找关键字于潜师地论 结果呢 诶 输入之后发现 嗯 好少资料哦 是不是 你就会寻 那或者是呢 诶 我要找仇人 我讨厌哪个人 你看他住在哪里 我要找他的地址 然后跑去找他 准备呢 要复仇 这叫寻 寻其实是什么 就是粗的觉观 觉啊 就是我们的觉察 我们的觉性嘛 觉还有两个层次哦 一个是粗的寻 一个是细 细的寻叫做似 似就是仔细的寻 仔细的观察 所以如果要讲 翻成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觉跟观 啊 绝就是我发现了 啊 啊 绝 然后观呢 就是 不但发现了 而且还 研究了他的 细致的 内容 啊 就是看得比较仔细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道场啊 啊 啊 眼睛一看哦 看到大的就是有一尊佛像 啊 是不是啊 哦 这手很多啊 是不是就是这样 哎 很多手 但是呢 你如果要观的时候呢 你就怎样 仔细来看 他那个哪一只手 拿什么 所以上次呢 啊 这个居士就很细心 他看看 看看 看看 说师父 这只手 没有拿法器 啊 所以一千只手都有 每一只手都有拿法器 就有一只手没有拿法器 啊 啊 那大家就是 哎 比较细心的观察 那我们跟人在一起 也是这样哦 我今天跟他在一起 每天每天都在一起 你都没有感觉到他长大了 突然有一天说 哎 你怎么比我高了 有没有 那这个就是 绝 但是没有观 那同时呢 哎 我自己呢 也是会有这种问题 如果你在意的事情啊 你的 观察力就特别强 你在意的人哦 他今天 哎 好像比较不讲话哦 平常都很刮躁哦 哎 今天怎么不太讲话 他一定有问题 他不知道怎么了 好或者是呢 有时候我们学佛学完了哦 就会这样 啊 回家了嘴巴变很甜哦 因为很发喜哦 然后说哦 亲爱的你今天怎么样啊哦 因为我要学爱语哦 师傅有规定我们要啊 讲爱语 所以回去呢 就会跟人家打招呼 还会说谢谢啊 哎 请啊 然后你的同修或者是你的家人说 你怎么了 啊 是不是啊 有的呢 还会怎样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 然后快说 或者是你是不是想买什么啊 嘴巴怎么突然变那么甜啊 就是感觉异状不太一样 跟平常不太一样 或者发生了什么好事 或者发生什么坏事 你那个心理的状况 或者表现会不太一样 但是如果心很粗 就只有绝而没有观 但是如果心很细呢 就是有绝又有观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 他还是粗的 因为有可以被观察出来的 都不算是真的 这个境界很高 最境界最高的 叫做喜怒不动于色 是不是 就喜怒不动于色 那这个时候 其实他就从对外的攀缘 也有的人呢 那个心的 藏不住视 所以呢 他都表现在他的脸 眼耳鼻舌声 他都查得到 我们前面讲 五视是不是一知 所以呢 你可以看得到的 是容易知的 那他也是在哪里 有寻有四地 就是他是比较粗的啦 我们现在的预界呢 就是比较粗的 所以可以看到色身相畏处法 有各式各样的活动 那就很简单 就是很容易看 很容易懂 很容易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呢 如果我们现在把心收回来 开始修自己的心 真正修行人 他就是内心的粗细 内心的修炼 那内心的修炼呢 他有一些转变 所以呢 我们这一次啊 在讲这个心性的修炼 其实修 就是从练开始 修行的修啊 就是一直修改修改修改 那练习修改 所以练呢 你讲练习的时候 就是学而实习之 我们今天学到了属习官 我每天每天就练习 练习练习 那每天练习 越练越纯熟 那我现在刚刚学盘腿 那个腿呢 很硬 但是呢 我每天练习练习练习 有时间就一直不断的练习 练久了呢 诶 你的身体就柔软 就学瑜伽也是啊 刚刚开始学瑜伽 有谁呢 就马上那个 脚就可以举到头上 是不是 孟婷 你的脚可以举到头上 对不对 你是一出生 脚就举到头上吗 不是嘛 是不是硬压的 对不对 你在练的时候 老师就直接做到你的身体 把你压下去这样 是不是这样 就硬练 但是练久了 现在就很柔软 其实你很久都没有在练 你马上劈腿就 说劈腿就劈腿 是不是 那我们那个劈腿呢 才张开一点点 我们就痛得不得了 因为我们没有练习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练嘛 那但是练久了会怎样 会有转换 会转换 心也是如此 我们今天呢 每天每天呢 就观察自己的身心的状态 每天观 就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你的心越来越细 越来越细 本来是有寻 有在绝 有在观 有在绝 有在查 有在那个地方搜寻 那慢慢的呢 你就不会东张西望了 你的内心啊 一个念头啊 出来的时候 你马上就可以 停止它 就是打妄想呢 以前刚刚开始很多很多妄想 但是当我们开始在观察自己的心 越来越有定力 越来越有定力的时候 慢慢的那个粗的妄想就没有了 这时候叫做无寻 无寻为四 剩下细的观 细的观 叫做无寻为四地 那他这当然就是在讲 这个出禅的境界啦 在这个地方呢 就讲到了我们的心的作用 然后再往上呢 你的念头就更细细到什么 就剩下禅定 所以这时候叫无寻无四地 是不是这里就讲初中戏 他就有层次哦 那这后面我们在讲这个禅定的时候啊 就会分析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的禅定功夫 跟你的心是相连的 跟静是相连的 是串联在一起 好那再来呢 有体有相有用哦 什么用 就是两种 一种就是三摩四多 三摩四多就是三摩地啦 就是三妹 一个是有定的 定的 的用啊 一个是没有定的用嘛 有没有 你如果有定力啊 是不是做很多事情都会 有什么差别啊 心很散哦 什么时候心很散就是 我的心有一点事情 然后呢 就在想事情 想别的事情 想别的事情的时候 我现在洗个碗会不会破掉 有可能哦 因为就没有注意嘛 心没有放在我眼前要做的事 那走路有没有可能会撞到墙 也有可能哦 因为没有在注意 你看现在有的人 一边看手机 一边爬楼梯 有没有 那一边看手机 那你是要看手机 还是要爬楼梯 这叫做散乱 所以很危险哦 看看 看到 哇 掉到洞里去了 这个就是 烈 就是没有在禅定的时候呢 做事啊 容易出错 说话 容易 说错 你的念头呢 都没有办法让你聚焦 你所产生的作用 你的心的作用功能 就会很容易出问题 这叫做非三摩系多 这个就是三摩体的意思啦 就是三摩地 就是没有定的时候是散的 但是你如果有定呢 你就你自己看哦 当你修禅定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了 你的效率变高了 好 有很多人说 师傅 你这么忙耶 你怎么有办法做这么多事 哎 我自己想一想 嗯 因为我没有时间 啊 我没有时间浪费 所以我要把每一件事情 就一次就要做好 当我要要求自己 要一次就要做好的时候 就怎样 你要专心才有办法做好嘛 那你很专心的时候 你比较容易一次做好 好 那你如果心是散乱的 你做了之后 哇 啊怎么歪的 就要重做 有没有 啊 所以其实 最有效率的生活方式就是禅定 那为什么我们要教大家要每天要共修 因为你共修就是在修禅定啊 你说哦 师傅我就没有时间共修啦 我这么忙 我哪有时间 你就是因为很忙 所以你需要共修 听得懂吗 我今天共修了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 然后我的心就训练了一个专注力 接下来呢 你看起来是花了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在那边用功 好像浪费了一个半小时 可是事实上呢 你后面的22个半小时啊 你就会做事啊 就会事半功倍 你本来一件事情啊 要做八个小时才会做好的呢 诶 你现在四个小时就完成了 那你就省了四个小时哦 只是因为你用一个半小时修禅定 然后让你的心变得更有效率 更清楚 然后还有一个附加价值 就是心更愉快 因为你禅修了有功德力 所以你遇到很多不顺的时候啊 你的心啊 就不会这么容易受到干扰 其实有很多时候啊 我们都不是在花时间做事 我们是在处理情绪 有没有 哦 哦 你的员工呢 哦 几十个人 几百个人哦 呼 一下子这个起烦恼 一下子那个起烦恼 哦 为什么 哦 因为他没有修禅定啊 他在家啦 跟家人吵架啊 心情不好 就来上班 来上班的时候 哇 你看他心情不好 他大概一整天没办法工作 他的心不在那里 他的心就在想 哦 他怎么办 接下来要不要离婚 哦 要不要怎么样 啊 小孩怎么办 哦 就开始了 哦 想东西想东西想 所以你看他人坐在那边 可是他没有什么效率啊 哦 那你还要花时间骂他啊 为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学佛的老板 你会体谅他 哦 好可怜哦 没关系 我们就让他浪费时间好了 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啊 是不是 所以呢 你为了要解决 你又要怎样 要做一个好老板 所以要说 哎 你怎么了 我们来心理辅导一下 这样哦 你看 你要不要花时间 就是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其实呢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哦 做事情很简单 但是人跟人之间啊 常常的重点都跑到 这些有的没的事情 那这些有的没的是怎么来 就是散乱了 散乱才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为什么佛法 有佛法就有办法 因为佛法让你回归到 所有事情的本质 本源 就是论事 就是只有当下 你当下有问题 你当下解决 不要牵托 不要拉拉扯扯的 把那个祖宗十八代的事情 统统拿来翻旧账 不用 你就是救现在 你生了什么病 我身体痛 肚子痛 拉肚子 好 那我们把肚子痛的原因 解决了 你就不痛了 我现在呢 做事啊都做不好 我没有想法 想不出来 那你怎么办 你说不要想哦 不是 然后我们今天的那个 秒懂楞言的内容 就是这样啊 哦 这讲佛法 讲讲讲讲到 哎奇怪 佛陀讲的这个哦 我都听不懂了呢 开始听不懂了 有没有 开始听不懂 那佛陀呢 就说什么 不可以听不懂啊 要把它听懂 就是 你看佛陀 为什么他没有叫我们 说啊你不用听 没关系 你程度不好 下辈子再听 没有哦 他就是 你说要认真听 你不要在那边哦 自己在那边悲哀哦 人的悲哀就是 我们已经很很惨了哦 人的悲哀就是怎样 哦 我们常常花时间在抱怨自己的悲哀 有没有 哎呦我就是这么笨 哦 那我每次听到这句话我就说 不用再说了 你已经很笨了 你还要你只重复这件事情有用吗 你了解吗 哦 师父我就是这么笨 对你就是这么笨那你就要长进啊 是不是 学佛会让我们变聪明 你要让自己变聪明 不要一直抱怨你的笨 哦 而且还要怪说都父母 父母生的 是不是都要怪别人这样 那你为什么会去怪 怪父母呢 你怎么搞的呢 好你的笨哦 你不要牵扯到别人 跟遗传无关 跟你自己的业有关 所以呢其实这佛法很有趣 就到最后呢 你都怨不得别人 都是自己的业造成的 那你唯一的方式就是赶快把自己的业给整好 就这样而已呀 他就解决了 好 再笨都有可以成阿罗汉的哦 因为佛陀的弟子有成功过哦 周立盘特对不对 那既然佛陀都可以成功的让弟子 学到正到阿罗汉 那你为什么还要忘自菲薄呢 所以不可以浪费时间在那边抱怨自己的命运坎坷 是不是 那因为你的 你的怨恨呢 这个时间啊 在浪费你现在修行的时间 有时间起烦恼 为什么没有时间诵经呢 是不是 有很多人说 师父 我没有空 诵经都没有空啦 可是呢 要跟师父讲讲我的烦恼 很有空耶 你都觉得师父很有空吗 都要听你讲吗 所以师父 你要负责我的烦恼啊 你如果不知道我的烦恼 你怎么帮我呢 是不是 那唯一的方法呢 就是自己去用功 你不用功 讲的没有用 讲的这些佛法 都是要实用 要实修 你没有拿去用 你只是在那边听听听 听完还是继续回去继续烦恼 没有用啦 你没有让他变成你的思想 没有让这个法变成你的心 你没有让佛的心变成你的心 那你永远都是在 叫做非三魔戏多 就是在散乱的境界 你所有的心的作用都是很糟糕的 叫烈 就是不会有好下场啦 都乱做一通 有没有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学不要乱做 所以要学禅定 要学这些定会等持之法 我们要学这些方法 那有学了之后呢 你就会怎样 就会进入禅定的境界 所以呢 禅定啊 有这个有心地 有无心地 就是有四禅八定 那这里面呢 就讲到很多的禅定的层次哦 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去学习 所以这个三圣之境啊 有静的体 有静的相 有静的用 他先分析一下 就是所有这个世间的层次 不出这些 就心境的层次 好那问题是 那我要怎么样去达到那种境界呢 好那我们要达到那个境界 要相应那个境界啊 所以呢 你就有什么 有修行的方法 叫做三圣之行 好你要有什么行呢 好叫做文思修 哎 那我们要听得很熟悉 所以很简单啊 佛法就是这样 叫文文法 听文 我要听懂 好那要怎么听懂 要想要思 想一想 这前后的脉络是什么 怎么去如理思维 那佛陀讲的这个内容 我要如是我闻 听了之后呢 哎 照着佛陀讲的方法去想 思 那佛叫我们不要贪嗔痴 叫我们修观行 所以我们有一套一套一套的观行方法 佛祖说 哎 慈悲观啊 我们怎么修 要起慈悲喜舍 要喜回向心 然后再来呢 哎 这个 嗯 这个不敬观 要怎么修 要怎么观察我们的身体 观身 不敬 怎么观 那一套一套的教法 熟悉 要怎么修 我现在心很散乱 那我要让自己平静下来啊 所以呢 修熟悉 气息调顺 然后呢 再依着气息 把自己的心专注 数数字 或者是观察自己的气息 呼吸 然后你就会发现 哎 你的心啊 透过这些方法 好 那你就会很快 就会静下来 哎 佛陀教的这些方法哦 流传到现在 大家都在用哦 都是好方法 那你说师傅 我要找那个适合自己的方法 那你可不可以教我 可以 那你说 哎 那教哪一样 就是 哎 熟悉观 哎 啊 那个每个人都学熟悉观 为什么我也要学熟悉观 啊 因为你就是每个人啊 大家的毛病不是一样吗 所以呢 哎 佛陀是这样啊 我们有什么问题 心很散乱 心很乱 定不下来 那就说修熟悉 所有的方法 都拿来用 都有用 然后流行的方法就是表示 最有用 所以他会特别流行 因为大家都用了都说好 哦 所以这是很简单 你想要学法 你不要去学那个很奇怪的 哦 什么教外别传 哦 那个你 你不知道你传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你等一下接错线 哦 你就学学那个普遍的 大家都这样学 你在这个道场学到属习观 你在那个道场也学属习观 你去南传也会学到属习观 通通都会有属习观 这叫做通法啦 通行 你在这边要闻思修 你去他方世界 你去任何一个菩萨那里 你一样都叫做闻思修 只是名词看起来不一样 但是动作是一样 就是闻了之后呢 哎 拿来思维 想得通 想不通 那你要懂啊 你要知道要怎么去了解 怎么了解 就是修 修了你就知道你有没有真懂 就像我们现在说 我现在要来 来操作一次电脑 听一遍SOP 你看那个比尔老师啊 他就教大家 懂了吗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大家说懂了 字面上都懂了 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练习 那每个人来开机 请问老师那个开机在哪里开 这样 是不是 刚才不是有教你吗 懂是一回事 实际操作是一回事 他扶法是这样哦 他是可以一直练习 一直练习 练到成功为止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本来就没有成功嘛 没有成功我们在轮回的状态啊 那只是现在有一个方法是会 解脱的 所以我们就从自己原来的生活当中开始去练习 你不要等到另外一个时空你才练习 很多人学法是这样 我学好了 我先学好 然后我等什么 等我全部学好我再来练习 什么意思 我们要受菩萨戒啊 受菩萨戒 师父 等一下 我先读完菩萨戒 我在研究完所有的戒律 我再来受菩萨戒 我要开悟 我要读完楞严经 师父 你要讲一千日 我一千日之后我才要来开悟 你不会开悟啊 你一千日之后你不会开悟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拿去用 你怎么会开悟呢 你只有文而已啊 我听完了 你没有思 没有内化 没有实际上去做 你不做 你不知道 到底懂还是不懂 菩萨戒也是这样 行菩萨到怎么行 你不是等到 先让我学完六波罗蜜 是怎么一回事 学完三轮体空 学完三藏十二部经 我再来帮助众生 不行 你要帮助众生 你才知道你需要学什么啦 有没有 你会发现 众生无边是愿度 听起来 好像我很会度喔 其实没有 就是因为你都不会度 所以说我要光度所有的众生 然后发现 哇这个我也没法度 那个我也没法度 怎么每个我都没法度呢 我都度不动他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要怎么度他 所以才会怎样 来我们来想想看 我要怎么度他呢 是不是 对于聪明的人 我要怎么度他呢 对于很爱自己的人 我要怎么度他 对于很爱吃的人 我要怎么度他 对于很喜欢画画的人 我要怎么度他 对于跟我不同文 不同种 不同思想的人 我要怎么度他 你就要进入他的思想 进入他的世界 去了解 用什么方法可以度他 所以就会学法 法就是众生心啊 佛陀所说的法 就是众生的心 要怎样可以解脱 怎样离苦得乐 所以佛说一切法 为治一切心 那你没有那个众生 来让你去了解 心有千百种 你怎么知道 这个法学来是要对什么 那你说师父 那这样我要去哪里找众生 众生就是你的心 所以你的心 是不是有很多的 众多的生灭 众多生灭 我有贪心 有没有 有 好 那个贪心的众生 住在你心里 好 那你就去学 怎么样 让自己的贪心众生被度 我很爱发脾气 你看 称心的众生 住在你的心里 我们有 有的人说 我的内心 有很多的魔鬼 是不是 那 那的确呢 我们会有脾气啊 会有烦恼啊 那这就是很多的众生 在自己的心当中 那我们就 用这些方法 来 转化我们的烦恼 让自己都不会起烦恼 那这个就是文思修的方式啊 所以文的当下 就是可以思 思的当下就可以修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拆分成 三个层次 也可以啊 因为大众 不管你学什么 都要用文思修 来 怎样 来练习 来让它变成 我们的 一部分 就是我们的生活 就完全跟佛陀一样 像现在呢 我们几乎 每天都是文嘛 你看一天 一天一个小时 看起来好像 一个小时就这样过了 那到现在七十几集了 你看 我们已经过了七十几个小时 那是不是有效 有啊 你只要有跟 你只要有听 即使你不懂全部 但是你一定懂 比以前懂 比以前还懂 虽然有的人说 我都听不懂 其实你还是比以前懂 但是因为你要懂更多 所以你会发现更多不懂 那但是基本上已经懂很多 只是有一些关键点 还没有办法完全明白 所以每天每天就泡在佛法里面 就一直闻一直闻一直闻 就像现在这节下课 我们从早到晚 都让自己泡在佛法里面 然后你就会发现 我那个内心啊 前所未有的充实 有满满的满满的 那满满的呢 之后 师父我都消化不良 不会 你要相信你自己一定消化得了 你不要用你的意识心 试图要去理解每一句话 你去体会 体会佛陀在跟我们说什么 体会呢 自己的心 在这个过程 在这个状态当中 他会怎么变化 所以呢 这叫做通行 文思修 好 第二个呢 叫别 个别 个别呢 当然呢 你看我们是不是有三圣 三圣呢 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兴趣 还有心愿不同 个人的特质不同 所以有声文 声文就是什么 就是佛陀的基本班底呀 就是因为佛的因身而物的 叫做声文 就是文声 文声修行 的这一类的 根性的修行人 好 那声文的果位叫做 出果 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出果 叫虚陀还 二果 叫斯陀寒 三果 叫阿纳寒 四果 叫阿罗汉 好 那这是声文帝的修法 我们要怎么修 听文四帝之礼 佛陀讲四帝 然后让我们呢 苦 疾 灭 道 知苦 断疾 慕灭 修道 这样子四帝的道理 就会贯通 然后就正到声文的果 好 那再来呢 第二个 就是独觉 所谓的独觉呢 就是独自觉悟 那怎么独自觉悟 有的人呢 他不用听佛法耶 他的根性很好 他就观察 那独觉圣的圣人啊 他真的是观察 的很细致 那为什么他不听佛法 因为他没遇到佛啦 为什么他叫独觉 他不是故意的 他不是自己搞孤僻说 哼 我有佛 我也不要去跟他 不要去听他的 我比较厉害 不是 是因为他出生的那个时代 没有佛 初无佛事 但是呢 他有一种智慧啊 他看到这个世间 的变化 他自己就会有一种体悟 所以其实这个世间啊 也有很多修行人 隐者 他不一定是学佛的哦 但是他自己对人生的体悟 对这个世界的体悟 他是跟佛有一样的物境的 那佛陀当时呢 其实他也是 比较像独觉 有没有 你看他成佛的时候 他是不是一个 一个人在菩提树下 入圣身禅定 那在入定的时候呢 他就观察到 哦 这个生命原来是这样子轮回的 有生 有死 那众生的生死呢 在这个六道当中呢 浮浮沉沉 浮浮沉沉 他的原因又是什么 那人怎么来的 这些众生怎么来的 他就是观察 所以佛陀呢 他的觉悟 他不是去学一个谁 来告诉他 没有 他是观察了之后 就悟到了 了解了这其中的真理 他的这个法则是什么 所以佛陀的教法是法则 就是英国的法则 游戏规则是怎么样 这样子 那这种叫做独觉 那他这个独觉呢 就是春观百花开 秋堵黄叶若 这春天呢 就看到这花开了嘛 花开啊 我们就一般人都怎样 就赶快去赏花 哇 这花真美 没有 他就是知道百花开 是一个生命的现象 然后到了春天之后呢 就夏天 就秋天 这个花的生命啊 也就是这样子的无常 叫做花开花谢 所以他感受到无常之力 那这叫做独觉 但是也有一种独觉呢 他会刚好遇到佛 所以他会来听佛法 听佛法呢 有这一种根性的人呢 佛陀就会对他们说更细致的法 因为这种人的根性比较高 就是那个比较聪明 然后观察力比较强 所以佛陀呢 就会讲十二因缘法 这叫做原觉 就是因为因缘二字而觉悟 叫做原觉 所以这是独觉地 那他的果位 叫做辟知佛 就是一个 一个果位 悟道就是悟道 解脱就是解脱 所以辟知佛 所以这是独觉地 再来第三呢 就是菩萨 菩萨是什么 就是他发的是慈悲心 自立立他 他不只是要自修 前面两个呢 是出离心 就是出离六道轮回的修行 是最重要的 但是呢 菩萨呢 是他要入世 他要进入这个娑婆世界 来广度众生 所以呢 他不急于求出离 他随缘 有缘 他就跟众生呢 能够怎样 和光同成 在同一个时空 随缘化度 那没有缘呢 他就去有缘的地方 继续化度 他不会说 没缘啦 好了 我自修好了 不会 菩萨会一直一直 创造很多很多的 因缘继续 一站又一站 一站又一站 因为他的世界很宽广 他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能去 他到处都去 因为到处都有众生 众生无边 所以我到处去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说众生无边 那是愿度的愿哦 你就到处都有的 有的度 有的忙 所以菩萨行啊 你发的菩萨行之后 你就会很忙耶 有没有很忙 就很忙哦 忙着做什么 众生也很忙哦 菩萨也很忙 是不是 我们自己看哦 为谁辛苦 为谁忙 菩萨呢 是为众生而忙 世间人是为自己忙 自己啊 有时候啊 这忙到最后 自己会忘记自己 到底在忙什么 只是变成一种瞎忙 很盲目的忙 然后有时候 在这个忙的过程当中 难免就结了恶缘 可是如果我今天是 发菩萨心哦 我这是怎么忙哦 即使这个众生哦 他没有得度 你也跟他结一个善缘 了解吗 所以我们过去啊 还没有发菩萨心的时候啊 遇到不跟你做生意的人 你就跟他一刀两断 有没有 那个不对盘的 或不听你的话的 都叉叉 是不是 而且诅咒他不得 好下场这样 所以就会结恶缘 很容易哦 或者是呢 你自己的那个 没有成功 要嫉妒 然后也会跟人家结恶缘 可是菩萨呢 是不一样的 即使我这一生 我度不了你 但是呢 菩萨有发愿 他说没关系 我们等着瞧 我有一天一定会度成功 会度你 度成功 为了要广度一切众生 他不可以舍弃任何一个众生 所以他不可以跟众生结恶缘 因为结了恶缘 哇 以后拍度 就是 他就跟人看到你就反弹 就很受不了 所以你不管怎么努力 你就因为没有结到善缘 那个人变得很难度 那个众生变得无法度 无法度呢 很抱歉 你没有办法成佛 所以菩萨呢 一定要想尽办法 要改变 跟众生的关系 所以他不管成功不成功 他都会结一个善的因缘 这不一样哦 那过去的时候呢 你没有这种想法 你不会想要改善关系 二元就算了啊 是不是 你不理我 我也不理你 你封锁我 我还封锁你十次 是不是 你不见面 没关系 反正呢 我又不是没地方去 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样 势不两立 你这到最后呢 你发现 你手机 里面的那个清单里面 那个节二元的越来越多 然后节善缘的越来越少 这是很惨 但是呢 你如果发心 修菩萨行 你还加入我们的社群 加入我们的LINE 或者是加入我们的这个团队 要做什么 要回向 你会发现你的回向 越来越多人 越来越多人 什么要回向 每个呢 只要看到你 修行修得不错 诶 清静法师 你送了三百多布经 你帮我回向一下 就开始了 有没有 你如果你自己 那个念经念一点点 一定没有人找你的啦 我们以前有一个居士 他就每天都送金刚经 他的金刚经都会背 一整天 他是那个医生的太太 然后他的先生呢 就说 你就你就不要乱跑啦 那个我养你就好了 所以他就又不能 不能乱跑 而他也不喜欢出去乱跑 但是他只喜欢学佛 那学佛的人呢 就一整天 都不用乱跑最好 就一整天就在那边送金刚经 然后他就一直觉得 诶 这送金刚经很殊胜 什么都一直回向一直回向 然后他就一直祝福所有的人 甚至于呢 诶 他的那个同修啊 开刀的那个病人 他也去给他拿来 拿来问他 就是叫什么名字 然后他回向 每天都回向给 那个某某人的病人这样 那他同修都不知道 但是他同修是很厉害的那个外科医师 脑神经外科 所以呢 他就都不信这一套 他就说 哎你们这些啊 这学佛的迷信 是不是 这个病人是 我的医术救的 怎么是你的送金救的啊 一般都是这样 诶 那不管啊 反正这个太太呢 就人很好嘛 所以一样我就在用功 就是反正就回向啊 就人很好 总是好事嘛 所以就慢慢的也就习惯了 刚开始觉得说 赤字以鼻嘛 你不用回向给我们 我靠我自己就好 但是呢 慢慢的这个菩萨是很慈悲啊 就是不请之勇 那虽然呢 很多说 可是算了算了啦 你就一直问 通通给你 名字都给你好了啦 那结果呢 就过了很多年哦 诶 这有一次啊 这个 他突然接到他同修的电话 从医院打回来 就跟他 报了一个名字这样 诶 他说诶 怎么了这样 然后他就 就反正就回向 他就说等一下 这个刀很危险 好 失败率很高 好 那你帮我 回向一下这样 诶 诶 这个事啊 诶好成功了呢 就是这么多年 就等这一句 表示你的心里 其实是接受这件事 那我们要知道哦 我们不一定等得到这一句啊 不一定等得到 对方回心转意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 一定有用 你就是发这个心 不管相不相应 不管你接不接受 有的人说师父啊 他们基督教 没有关系 基督教的人 也会需要佛教 因为佛法是 离苦得乐之法 谁不想快乐 谁不想解决问题 是不是 你如果因为某一些原因 而不 而没有办法 跟 跟佛教徒和平相处 但是佛教徒 基本上没有 敌人啊 他的心中什么人都要度 只是 只是奈何 别人不接受我们而已 是不是 我们是 是心里面 心包太虚 心里面有众生 所以不管是谁 只要他愿意 哪怕他只要愿意 念一句佛 佛都高兴得不得了 都跳起来拍手 是真的哦 就是是这样 佛法其实是 很喜欢大众 喜欢佛法 不管你是谁 你愿意 哪怕你愿意 学法 你都没有办法去 为佛法 付出什么 或回馈什么 都没有关系的 他不是像一般做生意 你不买拉倒 是不是 那 我们其实在讲的 叫做广结善缘 那只要呢 你愿意学佛 愿意学一点点的 心的法 你都可以怎样 在你的生命中 改变 所以这是佛陀的教法 菩萨就是这种心情 他不在意说 你今天啊 有没有 被我度了 他只负责 一直度 所以在这个 大师之菩萨念 活源通章里面就讲啊 这 子若陶氏 母义何为啊 佛陀就像妈妈 那 众生就像孩子 然后这个妈妈呢 他就 一直在 思念着孩子 就是心都吸在孩子身上 可是问题是小孩子呢 他不一定会 会感应到 妈妈的这种 慈悲 他只会觉得很烦啊 或者是呢 他就 跑得 远远的 他也忘记了 原来 就还有一个妈妈在 一直在想着他 那 没有关系 这众生是这样 流浪在 三界当中 我们都 被恩忘义啊 我们基本上 根本就忘记 佛陀一直在等着我们 一直 阴阴的期盼着 我们来修行 但是呢 继续流浪 流浪 等到流浪到 有一天 我真的 累了 哪怕你 只有一念说 啊 我来念念佛好了 如果众生心 异佛 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马上 佛陀 随传随到 你看这佛陀的服务 实在是太厉害 现前 当来 必定见佛 你看 真是太慈悲了 所以佛陀呢 其实 方长线钓大鱼 他也不怕说 你现在 不买他的单 他就只有负责 一直跟你结善缘 所以当你 修菩萨行的之后 基本上 你就跟众生 就是一直在结善缘 所以不要烦恼说 师父 我的家人都度不动 他们都不想学佛 怎么办 你就 就只要记得 一直回向就好 反正以待将来 是不是 把我们现在的 道业顾好 把我们该做的事情 做好 好 那当然了 最后 就是我们前面讲 敬 行 果 有行 一定有果 那果是什么 就是两个涅槃 一个叫做 有余涅槃 一个叫做 无余涅槃 有余涅槃就是 我今天 是 赠到阿罗汉 那今年呢 五十岁 我就赠到阿罗汉 那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那你的 阳寿呢 可以到 可以活到九十岁 那我五十岁就 真的阿罗汉怎么办 那我后面四十年不是 怎么办呢 人生 为什么会害怕呢 我现在二十岁 然后我就开悟了 那我后面还有 八十 我要活到八十岁 还有六十年 你不用说 真的阿罗汉就要往生啊 不用啦 我真的阿罗汉 我后面还有 四十年 太好了 有没有 佛陀的弟子都是这样啊 这常随众 每个都是阿罗汉啊 那阿罗汉呢 有什么好处 他已经不会轮回了 所以呢 他接下来呢 就用他 现有的 剩下来的生命 要做什么 随缘度化 所以呢 他每天就出去脱波啊 你阿罗汉还要吃饭哦 因为我们阿罗汉本人 还有身体 就是 你这个身体还没坏啊 你身体 只要有存在 你是不是还要吃 还要什么 吃喝拉撒碎都有呢 是不是还要照顾他 所以这叫做有余啦 还有剩下 这个夜暴生还在 所以你要照顾他 但是你不会被他苦恼 因为你真的阿罗汉 心解脱了啊 所以虽然呢 走路也是怎样 也是要靠走路啊 你不能说 我现在正在阿罗汉 佛陀报告 我每天都怎样 我用飞的好吗 我有神通了 我可以飞吗 不可以 你要像佛陀这样 在金刚经佛陀怎样 着衣持拨入 社会大臣起时 于其城中 次第其以 还至本处 饭时期收衣拨 喜足以 傅作而作 该做的 一步一步来 你不能说你是正阿罗汉 你这些事情都跳过去 你不用洗衣服了 还是要洗衣服 不用洗脚了 还是要洗脚 还是要吃饭 还是要穿衣 还是要夫作耳作 还是要听法 师父 我都正在阿罗汉了 这些我都会的 那我还要听吗 没差你一个 但是也没差 也没差你多听一次 是不是这样 那你说 其实我正在阿罗汉 我已经无学了 我要毕业了 那你就要当做什么 你就是佛陀的 一千两百五十人 藏水众 这些藏水众 每个都阿罗汉 难道他们都 每个都毕业 那以后佛陀说法 都自己一个人这样 是不是 为什么要有一千多个 你光是看到 佛陀的弟子一千多个 你就觉得 他是一个好师父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很多人都坐在现场 在那边听 有些人就说 这个是不是 这么多人 连正当阿罗汉 有成就的弟子 也都还是很认真在听法 表示这个佛法 很值得听 你看 所以你是在帮佛陀 转法轮 那年纪一开始 是不是讲 祝佛转轮 妙堪遗嘱 是不是 从佛转轮 我们 常随 在佛学 常随在佛的身边 我都懂了 但是我只要有法会 我都已经在现场 我也要参加 因为我们要带动 我们要让佛法可以流通 我们就要成为佛的一个好弟子 但是这些罗汉呢 他要不要吃喝拉撒 要啊 所以呢 他这叫做有余 还有余报 我还有残留的时间 我还有四十年 我还有五十年 我还有六十年 我活着就要一时住行 这叫有余衣捏盘 好 因缘境了 我已经释受到了 我跟这个娑婆世界的缘分 到此了 就要怎样 灰身敏至入无身 叫做无余衣捏盘 就是要入无余的捏盘之境 所以这时候呢 你的身体就怎样 三昧真火 把它化了 所以阿罗汉呢 灰身 就是把自己的身 给怎样消化掉 生灭的身 本来就是成归成 土归土嘛 然后最后呢 你的智慧啊 也是怎样 你的这种智慧的心啊 已经挣到了空性 所以自然就入空的捏盘 这样 那这样子就是 叫做无余捏盘 那这是三圣之果啊 好 整个这样看起来呢 你有没有觉得 那根本就是一部 佛教基本之事啊 有一本书叫做 佛教基本之事 它就是依据 于潔斯蒂论的架构 来书写 所以呢 各位你想要知道次第啊 你就读这一本 叫佛教基本之事 它就是我们学法的次第啊 有很多人说 师父 它虽然叫做佛教基本之事 可是好难哦 因为它的确 就是一个次第一个次第的 很清楚哦 你整个学完了 你就觉得很清楚哦 而且后面呢 还有什么 前面五十卷 就是整个架构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呢 后面的五十卷啊 它就来教我们 怎么去分辨 怎么去运用它 所以有第二个 摄觉则分 好 然后呢 再来呢 好 摄事分 就是有一些呢 这个疑鬼的内容啊 然后你总是要知道 说我们要知道 要什么时候要理佛啊 什么时候不用理佛 那有一些疑鬼 那就是在这里面 也会介绍 那还有呢 哎 你要知道 好事跟坏事 你要能分辨善恶啊 所以摄意门分 好 那再来最后呢 叫摄事分 这几个呢 其实是后面的应用的部分 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应用呢 这整个解释完就知道 原来呢 就是从卷一到五十 你就可以把整个佛教的架构 全部学完 这就是于且师地论啊 那也希望大家呢 发心来当于且师 这个叫做瑜伽师也可以啦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介绍 就是先介绍到这里 那希望呢 我们接下来 后面就要开始进入正文的部分 那我们把这个内容 再做一下复习 然后每一次呢 我们就把这个 现在学到的 配合我们平常的禅修 那就会解形并重 然后闻 痴 修 就会让我们对佛法的架构 越来越清楚 对自己修行 越来越有把握 好 那我们今天的 开示致辞 功德圆满 不会对自己修行 词 于 感谢观看